在日常生活中,人们总是认为,在饮食方面要摄入全面均衡的营养,保证一定的体育锻炼,拥有健康的作息,保证充足的睡眠,人才能够更加健康。 那么,世界上公司的健康作息时间表是怎样的呢? 1.7点起床,早起之后,喝上一杯温水,可以补充水分,对身体健康也是很有好处的。 2.7点20至8点吃早餐,俗话说,早餐要吃好,午餐要吃饱,晚餐要吃少,一日三餐都是非常重要的,人们都需要营养全面而丰富的早餐。 早餐吃好了,人的一整天都是充满活力的,3.8点半至9点要避免剧烈运动,在这个时间段,人体的面移系统还比较弱,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。 可以选择走路上班,不仅能让人得到一定的锻炼,还可以让人感到更加惬意。 4.9点至10点,做一些困难性的工作,很多公司都是9点开始上班,在上午,人的头脑最清醒犀利。 在这个时间段,可以做最有难度的工作,要充分利用上午清醒的大脑。 5.10点半,将眼睛休息一下,很多人工作起来,往往会忘记时间,但在工作一段时间后,应该起来走动走动,让身体得到休息。 可以选择照望一下远方,做做眼保健操,缓解领部的疲劳。 6.11点,吃点水果。 很多人到这个时候,上午工作的差不多了,也开始饿了,但是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,可以选择吃点水果。 在上午吃水果,人体对于水果里的营养吸收也是比较好的。 7.12点至12点半,吃午餐。 午餐应该要吃饱,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。 下午才很有精力工作,值得注意的是,酒做办公室的人,午餐不要吃得太油腻,否则容易发胖。 8.13点至14点,午睡。 在这个时间段,可以小睡一会,不过午睡时间最好控制在20分钟之内,否则容易陷入深度睡眠。 在中午的时候,上玩激烈的游戏,这会让大脑处于过度紧张的状态,会造成下午身体的疲惫。 9.14点至16点,做创意性的工作。 午后,人的死来比较活跃,可以选择做创意性工作。 10.16点至19点,做细致性的工作。 下午4点到7点,身体和大脑都处于一间中的巅峰状态。 做细致而密集的工作是最好的。 11.19点,进行运动。 忙了一天的工作了,在晚饭之后,休息一段时间,进行适量的体育运动。 这样比较健康。 12.20点,看电视或看书,要讲究劳益结合。 一天都比较忙碌,晚上就应该放松一下。 13.22点,洗澡睡觉。 时间差不多,就是洗个澡。 缓解身体的疲劳。 在这之后,就可以睡了。 身体23点开始排毒。 不要违背身体的自然规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